你真的了解你的P吗 你每一次放的P里面 有着多达400多种成分 其中99%的气体都是无味的 只有1%的氨 分臭素等微量元素 才让P有了毒气蛋白的威力 而P的形成其实跟嗝一样 是你在吃饭 说话时不经意吞入的气体 另一种形式 则是你身体内的微生物 分解食物后所产生的气体 那说到这里 你应该憋过P吧 你知道憋中没方的那个P去哪了吗 其中有一小部分P 会在你放松时自己偷偷跑出来 如果当时你只是暂时憋住 那这个P也会回到大肠 等待下一次释放 或者在你打嗝时从嘴巴里出来 但如果你习惯性的经常憋P 大肠便无法容纳这么多气体 P中的有害成分 会被肠壁细胞吸收 或者通过血液循环 送到肝脏解毒 从而加重肝脏负担 另外经常憋P 还会引起消化肤胀等问题 所以再有P时 不妨放到潇洒血 总结放P伤害别人 憋P伤害自己 你怎么选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